音樂 我們認為其實同志遊行其實是一個非常歡迎各種不同的多元差異的個體 都能夠來到我們的現場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能夠讓大家自由表達意見的一個空間以及活動 我們認為每一個人其實都有權利有自由 能夠在遊行這樣的場合當中去表達他們想要訴說的議題 因為同志在這個社會一直都是一個弱勢的群體 他們可能365天只有這樣一天的這樣的機會 可以來到街頭上面跟整個社會大眾進行對話 讓整個社會了解每一個不同的同志朋友 他們各自關心什麼樣的議題 現在我們聽到的歌可能是待會我們要大和唱的五月天的《勇抱》 和唱夢幻的鄉間 南瓜馬車的午夜 晚上紅花的玻璃線 讓我享受這感覺 我知不好的香味 讓我品嚐這滋味 滾滾滾 和唱夢幻的西 estudly 南瓜馬車 和唱夢幻的西udo 如果唱夢幻的西UD 今晚派出來了 我們下午三個月 裡面的三個月 雙方湊群的北美 與她們觀察 或者唱夢幻的西UD 女人 愛我 將我的手 聽我 抱緊我 問我 我愛 別走 好漂亮的畫面喔 大家好棒喔 今年第十二屆同志遊行的主題是 擁抱性別認同差異 那今天的主題其實它的意義 簡而言之就是 我們希望這個社群內能夠看見 並理解彼此的差異 那因為近年來在推動 同志婚姻法案的社會認同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到大家在推動的過程當中 可能過於強調某一種單一的形象 強調某一種可能陽光主流 或者是設計地位比較好的一些同志形象 那我們在強調這個訴求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到說其實 有許多的同志議題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慢慢的沒有被受到關注的 例如可能是愛滋感染者 或者是同志教育課綱 老年同志照護等等的議題 其實這些都是同志都該關注的議題 但是在推動婚姻法案的過程當中 這些議題慢慢的失去原本的關注程度 那我們希望透過今年的主題 能夠讓社群內重新去注意到 其實社群內其實存在不同的多元差異面貌 希望大家能夠去看見理解彼此之間的差異 並且去重新去回過頭關注這些不同的同志議題 那因為連續三年我都是有關拍攝性別課程 所以我就跟學校的諮商中心做一個合作 我們就帶了一群學生到這邊連續三年來參加台北同志大遊行的活動 其實最主要是讓性別其實是我們生活上非常常接觸到的議題 只是有可能被忽略掉 那我覺得性別越來越多樣化 我覺得不只在男生跟女生之間而已 其實中間還有非常非常多元的一個可能性 最主要也是讓學生其實尤其是現在尤其這些學生大分都是一年級大一的新生 我覺得希望他們能夠看到那個多元 然後學習了解那個多元跟包括尊重多元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是淡藍彩虹船 英文是Rumble Ship 然後今年成定第三年 我們是第三屆這樣 然後其實我是第二次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今年想要推動的就是平等跟尊重 讓大家更認識就是同志議題 或是不要有恐童症 然後讓他們就是覺得說 就是尊重就是這樣子 我們這個意義是不只要讓各位認同 更應該要看見我們性別各種不同種種的差異 然後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要走遊行 而且我們已經走了12年了 我知道為什麼你們現在已經很累了 我可以先借一下大家的手嗎 左手還是右手 兩隻 好 可以牽著旁邊的人嗎 牽著旁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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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不認識都要牽 騎士我們被霸凌了 我們必須要靠自己的發聲 靠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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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12年了 不長不短 國庫革命11次 才成功 我相信今天是我們的第12次 雖然還沒成功 但是 離地不遠了 但是 雖然已經12年了 我們還是有些夥伴用他的生命 吹灑成台風 那 活在這片雲底下的我們 要動 動盡思痛 現在握緊旁邊的人的手 我們現在握緊旁邊的手 我們把手舉起來好不好 握起來 舉起來 在心裡告訴自己 為了你旁邊的人 在場的每一位 教你自己 握緊旁邊的人 握緊旁邊的人 為了你們 我一定會站出來 為了你們 我一定會站出來 握緊你的雙手 然後就把手舉得高高的 我沒有看見 已經被看見 其實在未來的有一天 那一天我們不會再害怕 我們伸手的櫃子突然被人打開 我們有活不下去的恐慌 那一天 我們可以很大聲的說 身為彩虹的一份子 我很驕傲 我很驕傲 現在 要為那些海內 為粗備和煩惱的朋友們說 加油 我們挺你 加油 我們挺你 徵求立法的認同時候 我們會形象過於單一化 像我們彩虹的大家提 沒有一個人是需要被隱藏起來的 所以我們遊王呢 不只要讓大家認同 更應該努力看見我們性別之間的種種差異性 以前在香港 有好多的社會的問題 多元的聲音被掩蓋 另外 香港統計運動 爭取了二十幾年 還是停滯不前 反其之法 講了好多年 還沒實現 同性伴侶的權益 還沒受到保障 反共的性命 更愈大愈大 在民主跟平權方面 台灣比我們香港走得前 所以我們好多在香港的人走出來 希望爭取一個更民主的社會 希望這個政府聽到我們的聲音 是在中環占領區的朋友 他們用他們舊的衣服 偏織而成的 他叫我帶過來送給台灣的朋友 謝謝 多謝你們 香港加油 台灣加油 香港加油 台灣加油 香港加油 謝謝 因為呢 在現在這樣一個 什麼都可以混淆的年代裡 開始出現了一些 講性別 但不要平等 講性別教育 但是抗拒同志教育 抗拒平等的組織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要請大家先認明 我們跟一個最近剛成立的 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性別教育發展行會 是完全不一樣的組織 我們是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好 同時呢 我們也是一個由各級學校老師 還有教育工作者 還有來自各界的關心性別一體的夥伴 共同組成的團體 我們協會 從2002年成立至今12年的時間 剛好與同志大遊行是同年齡的 在這邊 我們要很驕傲的說 我們協會每一年的同志大遊行 幾乎從來不缺情 因為每一次大遊行 我們都要站出來 讓大家知道 老師挺同志 我們希望讓校園裡的同志學生能夠看見 榮老師想聽你們不孤單 榮老師想聽你們不孤單 當然 我們也知道改革的路並不容易 我們會一直一直記得 離現在並不遙遠的2011年 有一個玫瑰少年 陸江國中的楊同學 他用眾生愉悅 最落地的方式 告訴我們 我們努力的還不夠 我們做的還不夠 我們應該要更努力做的更多 讓這個社會真正的知道 同志教育不能忍 同志教育從小做起